就性价比而言 2.4的这4个卡石 平民约卡党玩家应该怎么取舍 首先来看上半卡石的云离加复刻霍霍 云离从技能上来看 本质上就是一个限定版本的克拉拉 同样玩的是防守反击那一套 而克拉拉作为一个常驻五星 居然能从开服一直合唱到2.4版本 那云离是什么水平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如果你目前没有高兴魂的克拉拉 并且还缺一个能打的物理主C的话 那云离就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通关三种模式的深渊是没有问题的 但要是你现在已经有了黄泉和流银这两个顶级大C了 并且新穷也所剩不多 那就可以直接跳过 把有限的新穷留给这两个大C 补齐相应的售后队友 会是个更明智的选择 霍霍的话还是那个问题 对于平民玩家而言 限无生存位两个就够 还没凑齐两个限无生存位的玩家才推荐去抽 如果你是云离 银芝 道德队玩家 则建议优先抽霍霍 霍霍的群体加工和充等 对这三个队伍来说都比较关键 而流银和其他玩家则可以遵循抽新不抽旧的原则 等2.5的灵沙 接着来看下半卡池的焦丘加福克花火 焦丘懂得都懂 黄泉的最佳需有辅助 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这里我只推荐 对这三个队伍来说很快 对这三个队伍来说 全片 把材料放在座角 楼放在座角 就像无缘的审量 因为红尿 下面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